人生动漫漫 房车伴我行 今天小黄给大家带来的是两辆 可以看一下 前面还有一辆 两辆同款车型 同款布局的V90长洲高顶房车 那么它的长广高尺寸分别是5546 2062 2555 通过性非常强的一款 那么咱们可以看到车身左侧的话 侧面前部有一个大的外推窗 后部的话有个稍微小一点的外推窗 然后左后能的斜前方 这里是有一个试电接口 往后是一个重力的加水口 配备有120升的清水箱 以及60升的回水箱 也是安装到了这个底盘下方 然后这辆车的话也是一个前置 后驱后单胎的驱动方式 车尾是一个对开门的设计 这辆棚打开之后 咱们在户外就餐余乐也非常方便 驾驶室共有三座 方向盘的话也是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带有主驾安全气囊 中间位置是有一个东风大屏 带倒车的导航以及南亚音箱 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上级派的开油发动机 匹配的也是一个6A界自动挡的变速箱 副驾台键 内部的话它是装有一些贼车的工具 然后咱们中门下方的话是有电动的伸缩套板 中门进门的左手边是有个单座 整车的话是共计有六座 而且它这个座椅包皮的话也是选用的一个棕色的这种皮质 看起来非常的舒适 然后中门对面是有一个卡座 这卡座的话侧面扶手的话也是可以收起来的 前面是搭配一个可拆卸的这个小桌板 其实咱们后面的话这里也可以做成一个横窗 比如说中间加个小凳子 驾驶室顶部的话它是装有一个服务箱 下面还有一个折叠的网络电视 然后它的中风面板也是集中到了这个位置 机械开关 叠合 铺内戒 直观 而且更实用 然后这个顶部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让车内的空气流通性更好 在会客区的这个侧面 所有的这个外推窗 窗座都是安装有内床 防纹和领丝 这个双向功能 然后上方的话 它是有一个微波炉 它是采用的是一个预年式的卫星夹 内部配备便携式马桶 洗手盆 冷热水 街友的淋浴喷头 侧面的话是毛巾架 内部220伏的带盖防水的电源插座 预年的话 它也是防水的材质 当然车友们 也可以换成卷帘式卫生件 或者是伸缩抽纳式的卫生件 然后车尾 它是有一个后横床 这个后横床的尺寸的话 基本上也能够满足 两个成年人的一个使用需求 横床中间的床板是可以上线的 可以看到 这个通突性更强 然后平时的话 下面是可以放置一些行李 或者是户外餐桌椅 包括右侧的话 这个底部也是有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顶部的话是有储物空间 然后再往前面看过来 这里是一个12伏的单能的极致便秘空调 它的内极装在这个位置 那么外极的话 它是安装到的几盘下方 没有占据车内的空间 下方220伏的阵律插座 下方的话紧接着就是一个橱柜区域了 海面上面 800瓦建磁楼洗手盆 洗手盆的话也可以升级成 大概隐藏式的洗手盆 侧面的话可以看到 这里是暖风的控制开关 3000瓦一变气控制开关 左侧110升的冷冻 冷藏分区的冰箱 然后侧面还有一个服务空间 这样子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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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